Hello 大家好,我是老油條,是郵輪的郵 今天就到了我講阿拉斯加的最後一集 希望大家不會覺得阿拉斯加這個系列太悶了 不過真的沒辦法,要講完每一個城市的景點 確實是不容易的 阿拉斯加一般的郵輪行程會停靠三到四個點 但每間郵輪公司停的地方都有少少不同 所以這樣就衍生了七個不同的城市 都有機會去到 所以每個城市大概五到六個不同的景點 每個景點講一分鐘 差不多整件事講成一個小時 只能分開上、下、三集慢慢講 今天就和大家講Skateway和Victoria Skateway的常住人口大概是一千人左右 每年美國政府都要補助當地居民 沒辦法,每年只有五個月他們有工作 另外七個月都只能夠退休 就像我去年那樣的死款 去年冬天,這些失業的居民還可以每個月 拿到2400元的補助金 不過這筆錢其實不是政府出的 你猜猜是誰出的? 對了,就是你和我都認識的Norwegian郵輪 不過今年會不會有呢? 暫時來說,Norwegian還沒發佈 郵輪停靠Skateway又有一個好處 就是差不多到這個市中心位置 很近,走幾步就到了一條Botway的街 這條Botway的街就是市中心 全部的Shopping、Visitor Center、火車站、酒吧 小食、咖啡廳、歷史博物館 全部都在這裡 如果第一次去玩Skateway 而是想窮遊的話 在這條街上慢慢逛逛、吃東西、喝啤酒的話 已經可以玩一個上午了 不過這個市中心很小,只有六條街這麼大 雖然說是這樣,但你千萬不要覺得這個城市很悶 這些這麼小的地方,我就最喜歡 郵輪首先停靠之後,就玩一個團 然後下午才悠悠然地在市中心走一下 光顧當地特色的小店 支持當地居民開的店舖 Skateway Brewing Company 說起要支持當地的店舖 就一定不少得支持當地自家製的啤酒 我自己的習慣就是喜歡試試當地自己品牌的啤酒 去到世界每一個不同的地方 其實他們的啤酒的性格都是不同的 不過很可惜,現在大牌子當島 所以那些本地街讓的啤酒 已經成為一個非主流 真的很可惜 如果大家去到Skateway 有興趣想買一杯啤酒的話 就真的可以過來這裡試試 不喝酒的話,也可以過來吃飯 也記得 另外一間隔壁街的叫做Wreck-Online Salon 這間其實是一間玩復古的餐廳酒吧 不過與其說它是玩復古風 不如說其實它的年代真的很久遠 它在1897年開幕 當時阿拉斯加最Hit就是什麼? 就是淘金 這裡第一手創立人就是一位女性 之前開的時候 被淘金工人過來消遣和娛樂 所以當時那些全部女士影都是豪裝的上陣 這樣大旺的生意,小費也會比較好 到現在就不知道轉了第幾手 但風格還是依然的 復古的音樂、歌舞的表演、裝修 令你感覺上會置身於淘金年代的感覺 唯一不同就是你身上可以沒有金,但需要美金 為何說Scareway的歷史裡 淘金是一個很重要的環節呢? 你看看當地人為了淘金搞了鐵路出來 你就知道了 當時發現有金收拾的時候 人人人都很興奮,以為好店會發達 但誰知道又整個灯,又修建鐵路 發覺到最後,原來這裡的金不是很多 不是很好收拾的 搞來搞去,賺到錢最多的 那些就並不是這些淘金人 那最後益了誰呢? 就是Livas 因為每個人當年都買了牛仔褲 說起這條鐵路 其實我想它整的時候 它怎麼都想不到 今時今日這個是最著名的景點之一 這條鐵路真的整得挺辛苦 以當時的技術 其實都不知道踏上了多少無辜的生命 去做一條這麼漂亮的鐵路 不過來到今天,這條鐵路 成為了懶人遊Scareway最美麗的一道風景線 通常這個火車團 就有三種不同線路可以選擇的 第一種就是火車去,然後調頭火車回來 大概價錢是140元美金 第二種就是火車去,然後巴士帶你去淘金 之後就雪狗拉車 再之後就坐巴士回來碼頭 大概240元美金 第三種就是火車一路去到加拿大 然後調頭回來碼頭 大概是180元美金 不過去這個團就記得帶Passport 整個火車的線路就是一路上山 由低體度高 一路都有高山,冰川融來的薄布 又有流水小溪 再加上有火車捐山洞 什麼都值得 剛剛說過,火車團跟淘金和雪狗拉車 可以作為按照觀光團參加 來到這麼出名的淘金城市 又怎可以不試試親手淘金呢? 因為你不淘汰 你就不明白你頸上的今年為何這麼貴 一般來說,這些淘金團 就會跟雪狗拉車作為同一個團去安排 大家注意一下,雪狗拉車其實有兩種 第一種就是普通狗的訓練場 首先來到,就給你一段時間和小狗互動一下 這種團比較便宜,多人參加 所以小狗看到人都很熟 不會覺得很興奮很開心的感覺 而拉車的時候只不過在平地拉車 讓遊客去體驗一下 所以淘金團加上的小狗拉車 都是大概90美金左右 第二種團真的有大不同 就是我們正式想像的雪狗拉車 通常都會在雪地上拉 這種團,首先你要坐直升機 就欣賞周圍的冰川 就像之前說的Juno的團 也是一樣坐直升機 當然,有遊客問我 究竟Juno的直升機好玩 還是Skateway的直升機好玩呢? 我個人覺得差不多 每一面都沒所謂,每一面都可以 最重要的就是看看 這兩個城市其他景點 你會想去哪一個更多 直升機團會帶遊客上直升機 然後在周邊看冰川 然後在雪山降落 然後進行和小狗玩一下 和雪狗拉車 因為直升機團比較上貴 因為要參加差不多600元的美金 參加的人數 其實真的沒有剛剛第一種團那麼多 所以當你和雪囂有互動的時候 他們會覺得很開心 好像感覺上有些朋友過來探望他 那種興奮真的不一樣 當然,在雪地雪狗拉車的速度 和剛剛在平地拉公的感覺 就不一樣 所以說一分錢就一分貨 最後就是加入加拿大 維多利亞 如果大家看到這裡 就代表你差不多看完我三集的 阿拉斯加景點介紹 首先,謝謝大家很有耐性 因為之前有很多朋友 一直都叫我去說說 每一個郵輪的城市有什麼好玩 我一直拖著拖著沒有說 其實原因就是我一直在想著方法 究竟是怎樣去表達 究竟是應該一集一集這樣說 即是說一集說一個城市這樣說 還是一個小時說完所有城市這樣說 還是像今次這樣 將七個城市分開三次說 如果大家覺得 對今次說的案上觀光有什麼意見的話 就記得留言跟我說 看看大家有沒有其他更好的建議 其實我個人認為 Victoria在阿拉斯加行程裡 都算是挺慘的存在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美國規定了 在外國註冊的船隻 就不可以在美國出發 來回 然後走阿拉斯加 不然就會被罰錢 來回西亞圖的郵輪 只能到達一下 加拿大的維多利亞 這樣就可以避免罰錢 可以說進來加拿大這個地方 這個城市 基本上是一個擋箭牌 不過話又說回頭 來回西亞圖或者三藩市 阿拉斯加行程的城市裡 人口最大最多 就是Victoria 有9萬人 雖然9萬人不算很多 但是相比其他千千聲的城市 已經算是頂級高級的大城市 如果你是玩Victoria的話 我個人就比較喜歡自由行 但有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我不懂路 所以我就很喜歡Hook Warm Hope Off Victoria 如果上網預定 整個全日票大人是47元 少年是26元 而小童是15元 整個Hook Warm Hope Off Victoria 都只是一個半小時 左右一 當然 在一個半小時內 我是說 只坐巴士 不下 繞一個圈 一個半小時 如果在15站上上落落 我相信也可以玩一天 在15站中 最有名的分別會有 黑雷格達羅克城堡 唐人街和舊城區 愚人碼頭 基督教會大教堂 屋北街道和馬里拉 以及Cook Street街道等等 我覺得只要坐一天 Hook Warm Hope Off 絕對比郵輪公司好玩的岸上觀光團 看見大家這麼興奮的情況下 沒理由不送多個阿拉斯加城市給你 I Street Point 這個地方真的很小 常住人口只有765人 如果我沒記錯的話 在2004年 Celebrity是第一間郵輪公司來這裡 要不就沒有人去 之後去開 無論是Carnerval 納維人 Wall Caribbean Horlake America 或是Wiking 全部都去開 當時這個地方真的什麼都沒有 現在進步了 有少少東西 首先要說 就是這個號稱全世界最長的Ship Line 如果你夠膽的話 我覺得這130元的美金真是值得 5500呎那麼長 當你上去玩的時候 真的有些騰雲駕舞的感覺 大家要注意 Ship Line 5500呎長 並不是5500呎高 不過說真的 以前年輕時 我很喜歡玩這類活動 現在就老了 又怕高又怕叫又怕貴又怕少 都是找回正常活動給大家玩 從碼頭走到市中心 Horlake 大約1.5公里 來回的車票是5元雞一個人 我自己喜歡買單程車票 因為坐車可以坐到Horlake之後 就回到碼頭 這段路大概是半小時左右 通常沿著海這樣走 就一定不會當失路 我自己覺得Horlake這個城市 其實沒什麼看的 反而好看的就是回程沿路的風景 山山水水 感覺上這真的是一個未開發的小鎮 山清水壽 十分漂亮 IC Street Point 其實是屬於一個完全未開發 但是有阿拉斯加風味的小鎮 來的 如果喜歡野外活動的話 就十分適合了 例如可以跟生物學家一樣 追逐熊仔 天氣好的話 又可以爬下獨木舟 或者喜歡的話 可以坐Sordia動力汽艇去飄移一下 如果不想太累的話 可以選擇出海觀慶 聽說這裡觀慶的成功率是十分高的 最後我覺得這裡還有一個挺有趣的團 就是阿拉斯加風狂廚房 主要是說這個很搞笑的Cooking Mama 她會在遊客面前開魚 然後按照你喜歡的部分 讓你拿出去燒烤 同時她會和你分享I Street Point的歷史 和他們的來源 如果你又冷閒 又想吃一頓海鮮的外 這個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這次就用了三集的時間 跟大家說 阿拉斯加郵輪到達的城市有什麼玩 不知道大家最喜歡哪一個城市 記得留言告訴我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見 拜拜 尼泥 好